2号下午,马英九一行在长沙参访了铁剑重工和三一重工,并来到湖南广电七彩盒子节目生产基地参观。 在接受采访时,马英九说,让我特别感动,最感动的就是相亲的热情。 从到达之前到离开之后,好些地方都是家道欢呼,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待遇。 长沙有中国机械工程之都的称号,2号下午,在大陆参访的马英九一行来到长沙铁剑重工参观。 铁剑重工是世界500强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下工程装备生产基地。 马英九参访时详细询问了一些设备的性能。 随后,马英九一行来到三一重工,三一重工是全球挖掘机行业的邻居企业。 马英九对三一重工得到许多国际第一感到钦佩,尤其是得知三一重工, 曾参与救援09年台湾大水灾,并参加台北桃源新北的施政建设时, 马英九两次鼓掌并举起大拇指,感谢三一重工对台湾的帮助。 在参观湖南广电七彩盒子节目生产基地时, 现场播放了马英九一号的季组视频,他眼眶泛起泪花。 在演播厅内,马英九还通过视频联机与正在录制生生不息宝岛季综艺节目的两岸歌手, 同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参访结束后,马英九表示, 我参观了企业,参观了许多地方, 发现大陆在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的快, 有些甚至我们可以说梦想不到的。 谈计一号回到湘潭老家祭祖,马英九说, 让我特别感动,最感动的就是乡亲的热情, 从到达之前到离开之后, 好些地方都是夹道欢呼, 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待遇。 据报道,在马英九回湘祭祖途中, 遇到当地群众问候,欢迎回家。 马英九多次用湖南方言响应, 湘潭牙子回来了,欢迎你们到台湾玩, 湘潭牙子还会再回来。 二号晚,马英九还游览了长沙著名的 网红打卡地太平老街, 与同游的当地民众打招呼, 握手问好,心情格外愉快。 据悉,在结束湖南四天三夜的行程后, 马英九一行三号一早, 搭乘中国南方航空班机, 从长沙飞往下一站重庆。 相机颈 follow,